梦境主人 哇 这就是末日儿的梦境吗 也太好看了吧 哈 末月儿在那儿 啊 又是这双可怕的眼睛 每天都在后面盯着我 偷窥狂啊 嗯 时空穿梭 让步进闯 啊 太小了 你们来了 啊 哇了个洞 这老鼠是喝了喝杯水吗 我每天晚上都不见他追我 啊 哎 不急了 时间暂停 恶劳猫香 谁允许你追末月儿的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啊 刚刚的声音好可怕 哦 不好意思 是我肚子饿了才叫 哦 我懂了 末月儿之所以做噩梦 是因为对现实产生了误解 可是我早上真的看到了一只老鼠 其实那是我从江里带来的玩具老鼠 哇 那那双可怕的眼睛呢 是谁一直在盯着我 谁盯着你了 我离黑板这么远 不把眼睛睁大点怎么看得见 同学的关心 天空一声巨响 他小狼闪亮登场 这是我刚热好的牛奶 还能当暖宝宝 我中午帮你排队打饭 四菜一汤 放学我帮你背书包 当你保镖 我直接让司机开转车送你回去 干嘛 没事 柯小平生病了 大家都忙着关心他呢 现在他才是主角 你变成配角了 那也比你这个跑龙大的强 生个病这么多人关心 如果说我生病的话 小狼 我可以装病啊 不好 哈小狼得疯了 大家果然还是很关心我 哈小狼 老师没来 你假装磕什么疯啊 居然提供假情报下我们 谁说我是假装的 我 哎呦 我牙疼 哈小狼 你肯定是吃太多糖 蛀牙了 这些糖果我先帮你保存吧 没错 牙疼要吃清淡点 太大块 不方便吃 我帮你做成牛屎 牛屎 我不吃牛屎 我的脚 哈小狼 你没事吧 大家快把哈小狼送到义务室 我终于又变成猪磕了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 鸡胜 我的腿是不是保不住了 我是说 再来晚一点 这点小伤就自己愈合了